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又到了愛運動達人回客室的時間啦 那今天呢 我們一樣邀請到 PIT老師 老師 是 請說 最近 愛運動的好朋友們 有一個問題 想請教 老師來做一個解答 來吧 丟上來吧 就是 他已經身材很好了 OK 可能像老師這樣 或是練得更壯 或是女生已經 身材非常曼妙了 那還需要運動嗎 我想這個問題 在過去的 將近有70年到80年的產業歷史都在被討論 畢竟健身產業 當初最主要其實就是所謂的身材產業 也就是從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廣告行銷 不要再說這個在海邊你要有肌肉 才能夠擄獲這個美女的心 然後把肌肉視為一個崇拜的對象 其實 就跟我們現在就是很多的社群媒體 那些健身狂人也不斷的秀他自己的身材 在某方面 的確是一個好事 因為 透過運動行為得到了一個好的身材 所以這是一個健康的事情 也影響著很多人想要去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他不一定在追求身材 你們可能是追求的是健康 可能追求的是交朋友 可能追求的是壓力的抒發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該怎麼去應對 該怎麼去看待運動這件事情 反而變成是一個很哲學的問題 很哲學的問題 那老師 運動除了我們都知道對健康會有幫助 那可能附加的是身材 那可能有些人的重點不是身材 可是他只要有很好的一個動態的生活模式 可能就是附加進來的一個效果 那除了對於健康 除了對於身材 或者是有沒有其他的層面 OK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們大家在討論健康的好處 不外乎就是生理 然後跟心理層面 那我相信大家 你一定可以命名出很多心理跟身體的健康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針對腦的功能 對腦的功能 對腦的功能 因為我們所有的行為都要來自於哪裡 大腦 都要來自於大腦 沒錯吧 所以今天當我們大腦在活動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就跟我們上一集所講的 生理還會再反過去影響心智 所以對大腦來講 可以提升非常多腦方面的相關功能 像是認知能力 認知能力 执行功能 然後包含我們的抗壓性 包含我們的記憶 抗長期憂鬱的能力等等 都是現在的這個健身運動 慢慢偏移的主軸 所以應該也是說 對於腦跟腦跟身體的連結 這些之間的腳步以上 其實才是我們最希望可以讓大家 除了健康以外 更可以去維持一個很好的一個 除動態生活模式也好 或者是規律運動的這個模式也好 沒錯 因為心智跟身體它是密不可分的關係 如果今天當我們在健身運動的時候 我們放入更深層的心智元素 就跟很多我的客戶他們會開始運動 是因為他們有了下一代有了小朋友 他們背負了某一種責任 因此如果今天你的運動是希望你的大腦更健康 希望減少失智症的發生 希望減少憂鬱症的發生 希望促進抗壓跟大腦處理情緒的能力 讓我們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某方面它是一個科學再加上哲學的話題 因為這是人生 這是人生 真的 所以愛運動的好朋友們 一樣別忘了 其實運動它除了讓我們健康之外 它也是可以透過我們自己的力量 去改變我們自己的行為模式 跟我們的大腦之外 這種力量是不是也會傳染 沒錯 這個我們的神經元有很多種 有個叫做鏡像神經元 鏡像神經元就是我們同理心 跟揣測他人意圖的來源 好玩的地方是 今天一個健康的個體 他去到一個團體裡面 所有人都會被他感染 其實就是我們的費洛蒙 所以他們有做過研究 就是血壓很高的執行長 進去到公司同仁裡面的這個會議的時候 所有人血壓也瞬間的高 沒錯 所以我們在這個MET領導力課程裡面都有講到 如果我們把自己的身體跟大腦照顧得好 我們才有可能作為想要看到世界的那個改變 所以愛運動資訊的好朋友們 別忘了用你自己的力量 一起去發揮我們自己的影響力 讓愛運動或者是愛自己的這個模式 可以擴及到我們的周圍 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好朋友 沒錯 非常謝謝PASS老師 那我們愛運動達人會客室 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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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人的用途 本來是會見到這一些小朋友 內容 但是不可能 愛運動 你會見到這條請